提到河南 有人可能会想到天下武功出少林 也有人会想到洛阳龙门石窟的壮丽 或者是清明上河园里的朝起 有没有人会想到蜜雪冰城的接地起 这是蜜雪冰城在郑州开的第一家集合店 我们进去看一下 这是蜜雪冰城的首家集合式的店 结合了奶茶 咖啡 特色饮料 烤串小吃 冰淇淋 周边一体的店 店里有专门的周边区域 杯子 玩偶 咖啡 茶种类非常多 当然这样的集合店 其实别的品牌都在做 让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 是在特色产品的打造上 这家店主打的椰乳会面 着实惊讶到了我 作为河南本地人的我 看到自己经常吃的面被做到奶茶里的概念 还是很有创意的 另外还有一个落寞冰淇淋 也很自然地融入了本地的小吃元素 这是落寞啊 里边这个是清水 哦 那外边这一层就是落寞 哦 就是很薄的 这边的这个城市杯 才29块钱一个 你点的这个是什么呀 椰乳会面吗 好吃不 有点甜 女生不都喜欢吃甜了 16块钱你觉得价钱能接受不 这个就是我排队排了好久的 这个落寞冰淇淋 我觉得这个味道吃起来就 晚喝茶会儿了 那蜜雪冰城整个店的呈现方式 非常融合这个地方 那就像我视频开头说的 接地气 或者你也可以说是土气 那当然土气并不是不好 反倒是一种特别的内在的气质 今年被刷屏的蜜雪冰城的主题曲 那我觉得这也算是蜜雪冰城 对河南的一种文化输出 买了这个冰淇淋的时候 他还送了一个这个抓完了的这个币 请偷币 好不好 请偷币大家 一币一碗 到这里 下 那这种土气也让我想到了我从小到大经常吃的早饭 就是这碗胡辣汤 你看它没什么特点 甚至觉得看起来不好看 勾不起你任何的食欲 但这就是本地人每天早上经常吃的东西 那一碗胡辣汤一个大包子 油条油饼实实在在不花烧 你如果你要是外地的 你离回来的河南你要是喝酒喝辣汤 你肯定喝不起管 因为它味太重 它用的香脸可多 好 谢谢啊 再看这碗烩面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卖相 没有苏州面的那种精致 也没有武汉热干面那么有名气 但就是这碗烩面 河南人听到它就会莫名的亲切 那你发现了 其实就是咱河南的这些东西 吃的这些东西 其实卖相都不这么好 对 当然都很好 作为河南人 大学在郑州上学 也算是自己的第二故乡了 回到郑州的当天晚上 下了高铁 地铁坐到自己以前经常走的路 骑着车压压马路 看看这个城市的变化 那经过前段时间的暴雨 还能看到不少的道路在恢复中 感受到了这个城市经历过不开心 但它正在慢慢的恢复 变得越来越好 河南地处中原 农业大省 人口众多 但是河南对外一直都是很低调 内敛 怀着中原人的那种土气和质朴 也让不少外人对河南有着不了解 甚至是偏见 河南的文化出处也一直比较弱势 大家能想得到的少林寺 龙门石窟 殷墟 皇帝故里 清明上和园 等等这些也都是带有历史文化底蕴的东西 但现在的年轻的潮流文化生活 仿佛没有太多让外人记得起来的点 不过今年的河南春晚着实惊艳到了我 唐宫夜夜小姐姐音乐无美情绪起伏 在视觉和听觉上都给到我极大的冲击 我自己看了不下一百遍 龙门金刚 博物院奇妙夜夜 这些把传统文化和科技融合的节目 着实把自己看着泪流满面 我还特意第一时间买了唐宫小姐姐们的手办 河南也在潮流文化中 逐渐开始展示自己独特的一面 大河之南人美心善 正如郑州地铁的这个标志所传达的 找不找 人走 公说公说 共有路 公说公司 公说公司